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2月6日,星期四 昨天这个网络呢,都被华为的那个创始人 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被捕那件事呢,刷屏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昨天还有另外一件挺重大的事情发生呢 这是什么呢? 就是香港那个影星胡慧中 他的老公任志平 在美国纽约的联邦法庭被判有罪 这件事情其实也挺重大的 现在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呢,是不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 不知道胡慧中是谁 胡慧中呢,他曾经是台湾,香港,以及大陆都非常非常红的一个明星 他跟林青霞是同一个时代的 年龄差不多 他们红的程度呢,也差不多 非常非常受这个台湾,香港,和大陆,我这个年龄的观众的欢迎 非常熟悉他,非常喜爱他 他的老公呢,叫何志平 他是一个政治家 他以前呢,是香港民政局的局长 在中国大陆申请下来那个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之后呢 2005年,就是这个何志平向全世界宣布 2008年奥运会的马术赛场是在香港 可能很多人呢,都知道香港的那个马场 香港的马场呢,是相当的著名 我两次去香港,我两次都有去那个马场看一看 他的这个场地非常的大 然后呢,设施非常的全,而且先进 周围的环境呢,非常的优美 可惜我去了两次呢,没有看到那个马术比赛 我们加拿大的那个马场也很不错 多伦多有一个马场,也相当的棒 然后我去那个马场呢,也去看过比赛 看这个赛马呀,是一个挺震撼的一件事 好,我在这里呢,就不详细说了 这个胡慧中和他老公何志平 何志平今年呢,是69岁 我刚才说了,他以前是香港民政局的局长 那他肯定是已经退休了 那他退休之后,他干什么呢 他跟这个胡慧中呢,他们是在美国定居的 那他们两个呢,是不是美国的公民 这个我不清楚 他是不是持有美国的绿卡 这个我也不清楚 十有八九可能会 持有美国绿卡,是起码的 然后他为什么会惹上了这么一个刑事案件 事情呢,是这样的 现在网上呢,有一些人送他一个名称 叫红色钱客 这四个字呢,顾名思义 红色呢,就跟中国政府有关 对吧,所以叫红色 钱客呢,就是干一些 跟他们勾结,干一些不大正当的事情 好,他呢 离开了香港之后 在美国有这么一个组织 他叫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 这个基金委员会呢 它是一个民间组织 不是一个政府组织 他呢,在美国和香港都有机构 他的会长呢 就是这个任志平 他是任会长的 然后呢,这个基金委员会 这个基金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中国华信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华信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个什么公司 大家自己可以去查 我在这里呢 就不介绍了 然后呢,这个何志平 他都犯了哪些罪 被美国控告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一共犯了八项罪 美国呢,有一个海外反腐败法 这个何志平呢 他就被控 违反了美国的这个海外反腐败法 一共是八项罪名 第一项是串谋海外腐败罪行 然后呢,是四项海外腐败 然后呢,是一项串谋 帮助海外腐败洗钱 还有另外的两项呢 是海外洗钱 一项串谋海外腐败 然后呢,四项海外腐败 然后呢,一项串谋海外 帮助海外腐败洗钱 然后两项呢,是海外腐败洗钱 一共八项 其中呢,第七项啊 涉及帮助乍得的贪官 在海外洗钱的这一项 不成立 其他的七项呢 全部都成立 这是昨天 美国纽约联邦法院的陪审团 做出来的判决 美国的联邦法院陪审团呀 只负责审查这个罪名成立不成立 判多少年不是陪审团的任务 判多少年呢,是法官的任务 这个呢,日期也已经定了 会是在2019年的3月14日 法官会宣布刑期 那现在呢,七项罪已经都成立了 这七项罪,他们的最高刑 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是这样的 首先呢,第一项 那个串谋海外行贿罪 这项罪呢 可以判五年的有期徒刑 和25万美金的罚款 剩下的那个四项海外行贿罪呢 每一项都会判刑五年 和十万美金的罚款 然后串谋洗钱 以及洗钱罪 这两个罪呢 每一项最高判刑会有20年 然后罚款是50万美元 串谋洗钱和洗钱罪呢 这两个罪 每一项啊 单独的最高判刑 可以是20年 和50万美金的罚款 好,他现在呢,已经判了 七项全部都成立了啊 只有一项没成立 然后这七项都成立 一项没成立 然后他最高加到一起 有可能判多少年呢 加到一起 最高能判65年 和165万美金的罚款 这个呢 在明年2019年的3月14日 法官会宣布的 然后呢 我现在想给大家说一说呢 他这个海外行贿 他是帮助啊 那个公司 华信公司 来获得这个能源项目的 像乍得的总统 行贿200万美金 他这个行贿罪是成立的 但是洗钱那个没成立 他只有这个帮助啊 乍得这个总统 洗钱的这个没成立 但是他这个行贿是成立的 就是美国呀 很厉害的 美国真的是 其实他很厉害的 他这些情况 他都要去侦查 他都掌握 他一旦掌握了 他起诉 一般的来说 跑不了 一般的来说跑不了 尤其是涉及这种国际性的 好 我现在再说说 美国这个海外腐败法 是咋回事 美国这个海外腐败法 它的英文是 它的缩写呢 是F-C-P-A 然后它这个F呢 就是Foreign 然后C呢 就Corruption 大家应该都熟悉这个词 对吧 Corruption 因为中国就是老实说 这个腐败的 就是Corruption 然后那个P呢 是Practice A呢 就是Act 合起来就是 Foreign Corruption Practice Act 它是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呢 是1977年就有了 1977年 美国就制定了 这么一个法律 经过这么多年以来的 不断的修整 现在呢 它这个法律 给了美国什么样的管辖权 非常广泛的管辖权 除了它可以管它本土的个人 以及公司以外 它可以管 你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的 以及在美国挂牌上市的 反正总之一句话 就是跟美国只要是沾上边 它就对你有了管辖权 你说这个华信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我不知道这个华信啊 和华为啊什么的 他们是不是有一定的那个 关联性啊 或者是 有没有什么相似的意义啊 就这样的公司 以及何志平 就是胡惠中 他老公 你搞这么一个委员会 它叫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 你搞这么一个委员会 你为什么要把他设在美国呢 为什么要把他设在美国 然后呢 他那个干的那些事呢 还都是海外 对吧 你 等于说你把自己放在 美国人的手里面去掌握 如果他不在美国的话 美国是管不着的 但是你只要跟美国站了边了 然后美国就管你 中国有些公司呢 有很多公司 包括京东 对不对 都跑到美国去上市 在中国呢 都一说 哎我在美国挂牌上市 好像多牛叉对吧 你跟美国挂了钩了 你跟美国站了边了 他就管你啊 他就能控制你啊 我在网上看啊 有人说 就这个华信 他的这些个项目 据说呢 他也是一带一路的 一些个项目 是一带一路 这个大工程里面的 一些项目 以前咱们就说 美国和俄罗斯 他们之间 是冷战 对吧 现在这个世界舞台上 两个key player 我看现在就是美国和中国了 俄罗斯 已经退出了这个游戏 或者说 他已经没有能力了 来玩这个游戏 或者说 他跟美国现在已经不是 对手的游戏 对吧 你棋风对手 然后你才有意义 才有意思 对吧 可能俄罗斯呢 现在对美国来说呢 已经不是对手了 所以美国跟他玩 可能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现在就跟中国玩 美国呢 沾边就赖啊 看出来了没有 沾边就赖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 他美国国籍退出来了 比如说成龙 对不对 他原来有美国国籍的 他把美国国籍 给那个什么取消了 对不对 不要了 就是成龙呢 已经不要那个美国国籍了 我估计慢慢的 这些事多了以后呢 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 会跟美国脱钩 据说这个孟晚舟呢 他具有加拿大的国籍 和美国的这个绿卡 不知道真假 反正是可行啊 如果这个孟晚舟 想取得加拿大的这个国籍的话 反正这个孟晚舟呢 如果想取得加拿大的国籍的话 和有美国的绿卡的话 他完全办得到啊 对吧 华为在这两个国家 全都有这个公司的 完全办得到 但是不知道事实上是不是啊 我感觉呢 美国现在是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啊 其实从那个川普 他竞选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已经都能够看出来了 川普他竞选的时候 他张嘴闭嘴 他就说 我们美国现在成了发展中国家了 我们美国现在成了第三世界了 他跟谁比啊 他跟中国比啊 他对中国的那些个 漂亮的 城市的 世荣世贸 那些个 非常的豪华的那些道路桥梁 那些豪华的地铁设施 那些豪华并先进的机场设施 川普是非常的羡慕嫉妒恨的 然后他现在 对吧 近期 他就派那个彭斯 猛烈抨击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啊 挑拨这个一带一路这里面 中国想建立良好关系的那些国家 挑拨 说中国并不是对你们好 中国就是想害你们 中国就想让你们破产 中国就想让你们这个让你们那个 好 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